飞说不可第17集 今天是2023年的1月3日星期二 我们来谈一谈缅甸军人说要休战一年 这个事怎么看 我们再分享一下NUG政府是如何做的回答 飞哥是如何来判断这个事情 军人刚刚发布要停战一年 2023年要停战了 你们觉得可能吗 关键是我们的招老头子矮冬瓜 明昂来说的话鬼才信呢 信你个鬼 自政变以来 军头已经发布了20次的停战协议 发布之后他们继续焚烧村庄 抓学生 飞机轰炸人民 说归说 做归做 这就是军狗的行径 但这次宣布的有点不同啊 为什么 形势急转直下 他们也知道大难临头 矮冬瓜 昂来先放下自己的身段 然后说 我说不打了吧 你们还打我 我也是受害者呀 我都去大使馆游行示威了 我也是弱者呀 我要申诉 我要抗辩 我也学会了你们NUG民盟的方式 不光你们会用这种方法 我也会用啊 可怜的矮冬瓜 此时也知道了自己孤注无缘 没人理他了 没人靠得住 国外的也都靠不住 只有靠自己 关键是自己腐败无能的军政府 也无力回天了 矮冬瓜也知道自己的真实的情况了 明昂来已经自封总统 那个感觉真好啊 还带了总统的事物 自我满足感 我们昨天也说了 可能是他知道来日不长了 所以赶紧能享受几天就几天 这也好像不是当初他发动政变的时候 那个敢说敢当的明昂来矮冬瓜 现在见了谁都嬉皮笑脸 你看他这个照片那个状态啊 轻身就不太正常了 跟完全那种自戏是不一样的 有句话叫什么 向随心生啊 其实他也掩藏不了 毕竟矮冬瓜不是电影演员啊 他也比不了很多的职业 政治犯 也比不了很多职业 政治家那种啊 那种与生俱来的 那种表演 自如的表演方式 此时的明昂来也不像当时敢说敢当的他了 并放下身段说到 我要释放昂山书记之后 是否能回到发动政变之前呢 是否再能回到过去 回到从前 你好我好的年代 那我就想问问 那我就想问问艾东瓜 你要是早知道何必当初 那你为啥当初就这么干 你太自信了 你的自信来源于哪里呢 哦 来源于你的独裁 来源于你这些帮凶是不是啊 飞哥就想问问你 现在是丢了夫人又折兵 现在身家性命可能已经没了 也丢尽了脸 他的家都没了 因为仰光那个房子 他的别墅早就在国际上已经拍卖了 那个主人已经不是他的了 对于他的国家 大家小家私人的家都没有了 那此时NUG总理茂文坎丹 正地有声的回答道 昂山素姬是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 他代表的是人民的意愿 代表的是缅甸人民共同的想法 NUG政府也绝不会回到过去 让你们军狗们胡作非为 他表示NUG明确的态度 他们说缅甸这块土地上 没有匪军军狗的立足之地 军人作死自作孽 不可活呀 将死无葬身之地 他们害人害己 NUG领导的PDF和地方武装 绝不会再心思手软 不会再放过他们 让这些害人的人直接进地狱 这也是最后的通告给民而来 这就是NUG的态度 飞鸽的态度就是 当然是希望如此 当然是支持他们这样的 只有如此 缅甸才能变得越来越好 缅甸人民才能回到往日的荣光 回到曾经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 这个日子也不会太遥远 有的人说飞鸽你是不是太乐观了 没有 不是飞鸽乐观啊 看到世界各国家的历史情况 我们就知道了 有些国家是有这个根基 有这个土壤 那你只要给它点阳光 它就会灿烂 缅甸就是飞鸽认为这样的国家 它只是需要再等待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窗口出现了 当然就是飞鸽对缅甸军人的看法 和对缅甸未来走势的分析 和缅甸未来的一个现在的分析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